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中二甲大開快車 週四的凌晨 AC米蘭作客挑戰卡里亞里 卡里亞里開季至今一勝難球 球隊近年來都是AC的宋婚同志 今次面對聯賽開局取得4勝1負的AC 卡里亞里劫數難逃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由於拉帕杜拉和馬高羅格兩位中前場 在賽季開始前重傷需要長頭 嚴重打亂了卡里亞里的計劃 雖然租借了艾多蘇梅洛杜夫和安祖亞比達拿作為補充 但兩者都需要時間來適應球隊的戰術 作為星班馬的卡里亞里 以上季在星班附加賽中驚險地完成使命 但礙於班費有限 今下隱瞞力度並不算大 只是對陣中作出小收小補 想要它們有質的飛躍環系旁具難度 而這麼多考驗主碎雲利利的功架 就開局前五輪聯賽來看 後防線表現環系比較令人滿意 只失掉了六球 就算面對今季勢如破竹的國際米蘭 都是輸零比二 不過進攻方面 慘淡的表現是導致球隊還未能取得 賽季首勝的關鍵因素 主打防守反擊戰術的他們 在前場缺乏有足夠把握能力的球員 而且長期捱打的局面 都定必會導致後防線出現漏洞 另外雲利利執教生涯面對比奧尼 只錄得4和3副的交手紀錄 皮尼卡利亞里這局想完成逆襲 還是不切實際 在開局三連勝後 A4隨即就在米蘭打比戰中以1比5的比數慘敗 但球隊並未有因此而沉淪 隨後在歐冠聯分組賽中逼和英超新貴劉卡蘇 上輪貧值拉菲爾利亞奧的一段定光山擊退維羅納 五輪過後獲得12分排名二甲赤子 令人興奮的是 老將奧利維亞基奧特依然保持非常良好的競技狀態 他在聯賽攻入4球並順出3次的助攻 在AC今季聯賽10個入球中參與7個入球 在薩拉坦伊巴希莫域退役後 奧利維亞基奧特更是兼顧球隊精神領袖的角色 不過本輪過後AC將迎來連回的硬張 聯賽面對拉索的挑戰 歐冠聯又要下戰多夢等 因此AC想要維持在真冠集團 金將絕對不能失分 幸好AC近年來面對卡利亞里的戰術標柄 過去7次交手取得6勝1和的壓倒性戰績 當中6次零封對手 面對卡利亞里現在如此薄弱的攻擊力 AC再度實現零封實在未有難度 陣容方面 中牆伊斯美賓拿沙和拉迪古魯利利等人因傷無緣披甲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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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